像是帮别人选目的,刘邦窃听后悄悄罗话,结果自己变成皇帝。 历史上很多东西讲究门当户对,而且当时人对风水、像术、面相等东西很看重,看一个人未来的前途,往往可以通过面相分析出,刘邦早年就深谙此道,所以他小时候耍了一个小手段,为他日后成为皇帝,铺平了道路。 话说刘邦小时候家里很穷,连吃饱饭都成问题,祖上也没有传下来什么目的,刘邦的父亲的父亲及刘邦的祖父去世后,就随意葬在村头的荒地里。 有一年过清明,刘邦在父亲的带领下,去给祖父上坟,恰巧遇到隔壁村一个富贵人家妻子去世,他们正在请风水先生给王七选目的。 刘邦当时是个小孩,便也想去悄悄热闹,风水先生看过之后,通过分析山脉水池,最终找到了一个地方,他对主人家说,如果你把王七葬于此地,将来家族中必定出现王侯将相,他担心财主不信,怕不给他钱,于是折断一根枯树枝,插入土中。 风水先生对财主说,这是一根枯树枝,但这里蕴含天地灵气,明天你再来看,这枝枯树枝定会发芽,并尝出新叶子,财主将信将疑,最终还是给风水大师付钱了。 跟着大师阳长而去,刘邦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,当晚回到家中,刘邦把自己看到的情况,一五一时告诉父亲,于是刘邦父亲半夜里悄悄去看,发现了枝枯树枝,果然发芽长出新叶子。 他大喜之下,决定来个干坤大挪移,于是他重新找了个枯树枝,在另一个地方插下。 第二天财主抬着王溪的棺果前来,他发现那根枯树枝,并没有发芽长出叶子,越来是被那根枪像是给骗了。 但下葬讲究时辰,这东西是不等人的,财主没办法,只好葬在那根枯树枝下面了,其实他并不知道,这根枯树枝是刘邦父亲插入的。 三天之后,刘邦父亲见事情已经成定局,便把自己父亲的墓地,先移,到像是插入树枝的地方。 就这样,刘邦的祖父得到一块风水宝地,后来刘邦从一个小混混,一跃成为大汉开国皇帝,跟小时候的干坤大挪移不无关系。 关于刘邦父亲偷粮换柱的故事,只记在于小说一史中,当时名将说书的也有说,但具体有没有这回事,就不得而知了。 我们后人看到这样的故事,大多数人已经不信了,但关于下葬的风水学说,却没人敢大意,相信很多人下葬,还是会找风水先生来看风水的。